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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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藏 結果我腳有點痛 不能藏 藏在 OK 我今天要講的事情 是好像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 不給力 不好意思 好像15秒 一點緊張 好 就是我的阿楓 OK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是 菲林晚餐 菲林是什麼 菲林是我們公司的supporter 也是我人生的mentor 就是主品先生 AVEDA的主品先生 一直是我人生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菲林是他的產品 跟名稱 可是那時候 我就 因為一些原因在後面 跟大家講 實際上最早的原因是因為 實際上是 菲林晚餐是每個禮拜的晚餐聚會 屬於六個人有趣的人分享時間 然後那時候 會做這個原因很簡單 我第一次被自己的簡報器 用到有點惹怒 對對對 下一張買新的啊 OK 起源來自於這個劉璇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是誰 劉璇上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老爸 叫劉庸 有一個大家認識 所以我一開 跟他認識也簡直於 他就是劉庸的兒子 我在我心目中 他就是劉庸的兒子 就沒有了 有一次就讓我在Uber party 透過朱先生 認識了他 拿他名片之後 然後跟他通了幾封mail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去找他 可是一直我們沒有敲電時間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他年底要出一本書 那時候我就說 OK 等你出版書之後我們再來碰面 然後那時候有一天 剛好在那個 遠見的餐廳 然後剛好看到他書 第一天上 然後就買了這本書 然後翻了第一面的封頁 封面我就嚇到了 因為他是哈佛心理學的學士 哈佛心理所的碩士 哈佛心理研究所的博士 可是後來沒有畢業 我發現原來這個人 是心理學的高手 我也很驚訝 我一直以為他就是一個DJ 然後是劉庸的兒子 我們在心目中就這兩個TAG 你能否認識他老爸他有名 然後後來 我通通 因為我 我一直認為 我一直認為你好好說人家 必須具備兩個身分 第一個身分是哲學家 就是你要有頭腦 第一個身分是心理學家 你要了解別人心態小組 所以今年我的一個目標 就是要讀心理學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 我知道他這本書的時候 剛好我那時候 我記得就是要準備放四天的連假 然後那時候我就把這本書 我看書看得非常非常的慢 因為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人生看書 不要當KPI來看 我發現有太多人喜歡參加讀書會 一大二會 然後就是為了讀一大堆書 可是我覺得那一點都不重要 重點在於 你知道一本書裡面得到多少東西 所以我看書非常非常的慢 我可以一本書看了好幾遍 所以那時候我就 實際上我看這本書算快 我四天就把這本書看完 我四天就把這本書看完 看完之後 他裡面有提到一個部分 就是講朋友的部分 因為像我 像我每次辦那麼多焦點 我辦那麼多活動 實際上我Failbook了就有 三千多個朋友 我很客製的 不要加很多朋友 我朋友 還是三千多個你知道嗎 我有非常非常多 過言淫淵的朋友 真的是束縛即時 一下不見的朋友 可是我還是知道這個是誰 因為我記憶力非常非常好 我大概記得 我跟他在哪邊碰碰面 我跟他在哪地方講過哪些話 他大概是誰 我大概都記得起來 可是這些人 就在我Failbook當中 我知道他是誰 他知道我是誰 可能生命當中 可能沒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交集 為什麼 因為他在裡面才叫焦點 就有點悲 笑他 那時候他裡面提到朋友的那些事情 就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我應該在今年二零五年 多把一些朋友找回來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想法說 這是我的二零五年的目標磁力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朱先生 這就是俄佩達的朱先生 他那時候在去年 大概十月的時候跟我講說阿風 就我們有一天在大安生林公園 我們在草皮上 不要懷疑 我們兩個就很像 你知道 就很像那個師父跟徒弟 我們就走到大安生林公園 討論人生 阿風啊 你覺得人生要怎麼過這樣子 你覺得那兩對夫妻走下去 你感覺是怎麼樣子 我們這個話 對話就是這樣子 就很像子路跟孔子 在談話的感覺 我們也跟大家俯伴 真的很像 那時候 後來兩個話給人家 他就回到我講說阿風 我現在給你功課 因為每天跟他後面 跟他寫專案都一樣 他都有回家作業 然後這回家作業都非常困難 然後他每天跟我回家作業 我都搭乘 然後我都主動跟他講 然後他這次跟我講 阿風推運回家作業的任務 是你每個月要送十本書 給不同的人 因為這十本書 不能全部都從 不能全部都一模一樣 我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你不要問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我說十本書 一本書三百塊 這十本書要三千塊 不含油資 含油資的話 可能也要四千多萬 我說創業是蠻窮的 你知道嗎 然後做這件事情 我就有點困擾這樣子 我想說算了算了 就是好事都說了 我就照做 所以那時候就一個月 我就送十本書出去 然後很痛苦 因為這本書不能重複 我就去挑 我做的第一個月 我發現價值回來了 因為我把很多 原本不是那麼熟 因為我認識的朋友比較多 我不可能就說 這十個我馬上想到 要送給十個哪些人 我說我費用不能去省 你這個人最近過得怎麼樣 好像過不太順利 所以我送到這本書 這個人過的最近過得不錯 我送到那本書 我就這樣做做做 我把很多沒那麼熟的朋友 又找回來 包含像 剛剛有阿發的朋友 像那個 Tim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偷送他本書 我就把這個友情找回來 我感覺很棒 所以送書這件事 我到今年2015年還想要再做 所以我發現我太多 我今年2015年可能有三次有願望 可是我發現我每個禮拜都要做這三次有願望 太痛苦太累了 我反正把這三次有願望 投拼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做一個規則就是 我每個月邀三個朋友 我每個月每個禮拜 每個月有四個禮拜 然後我有三個禮拜 會跟朋友吃飯 然後每次我會邀五個人 然後五個會送一本書 然後每個人都送各種不同的書 所以每個月至少送出十五本書 那這樣我每個月都吃飯 那有一次要幹嘛 那我有一次就是送飛靈禮物 飛靈禮物是什麼東西 就是上個月來參加一個叫做 就知道什麼是飛靈禮物 也是一個驚喜啦 反正我每個月至少會送十五本書出去 然後這樣我會跟五個不同的朋友 那這五個人是誰呢 實際上還蠻有趣的 我在設定這個規則的時候 蠻好玩的 我設定的是 第一個就是焦點人 它代表的是sharing 因為分享是很重要的力量 缺備人們付給的正面力量 我就不用多說 今天大家都嘗試到這一點 第二個就是創業課 為什麼不是焦點人創業課呢 因為我後面最後製作不一樣這樣子 原本是創業家嘛 後面等一下就有家了 那創業課代表的是entrepreneurship 就是創業家精神 不是每個人都創業家 我一直認為 不是每個人都是創業 可是每個人都會去到具備 創業家精神 第三是老朋友 像我在找這個時候很好玩 因為我發現我的國小 國中高盟學很難邀請 我認識的 就是比較有聯繫的朋友 都是創業之後的朋友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藉口 邀請他們來呢 我發現就是 就我那時候就想要先參考 可是我找不到一個著力點 可是我就想說算了 我就先去找 然後我發現在找這些老朋友的時候 我都抱有一個很感激的心 所以像你已經近 我就沒有找他 你也沒有感激他 沒有啦 對 就是我都會找一些 就我在找這些朋友的時候 我是抱著一個 就是他曾經可能 講過我什麼事情 或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或對過他對我講了什麼話 我覺得很有趣 很好玩 對我印象深刻 我把邀請過來這樣子 那第一個人就是工作者 Page you 雖然我認識很多朋友 就不穿人家 可是他工作上面非常有熱情 甚至超越他老闆 然後我就覺得他有趣 畢竟他洗過來 第五就是生活家 叫lifestyle 為什麼我找生活家 不是找藝術家呢 因為我發現我認識藝術家太早 所以逼死自己 所以我決定不要找藝術家 我找生活家 反正我認識藝術家 可能才三個人而已 再也認識不是 再也沒辦法邀請其他人這樣子 就是找生活家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句話 就是make it alive not just make it sleeping 就雖然我們一直在追求 應該是 生活不單純只是生存 那麼邀請這些朋友拿 就非常非常有趣 我已經辦了五次了 非常非常好玩 像我第一次就是找了 就是像有我設計 上去是月亮 月亮 然後我找創業家 就找Rulance IQ的創辦人 像老朋友就是靈異 然後工作者 白頭 他就是一個職業作家 然後生活家 就純若環 他就是做一個直雕的藝術家 然後第二次 我找也是我們公司的夥伴 酒令 然後創業 也是找一個創業很久 就是好朋友 然後老朋友 就找大同學 那工作者就是EGO EGO 就是透過焦點認識 我覺得很有趣 那上有時候你就說 說真的他就是工作者 代表PASSION 他只是一個藉口 讓我來找人 然後EGO 可以找這些人這樣子 有不同的人 發現有一次很好玩 就是有一次 我跟香港朋友 就來台灣找我 他自己在香港打給我說 他來台灣找我 結果莫名其妙 我更不認識他 他就說我在做這件事 很有趣 他來台灣找我 然後來的時候 我沒有時間接待他太忙 我說不然我還是缺一個人 你來參加活動好 他說好 我就來參加活動 很好玩 但是你發現很多人是誤號誤號誤號 為什麼是誤號呢 很簡單 所以我在做這件事 我不是找那一種 真的就是 我忽然想到誰找 而是 我在看Facebook 或是我在跟朋友聯繫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人 最近有點低潮 然後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 可以邀請他來 可我不會五個人 邀請低潮人來 不然那個場面好像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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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他其實有高有低的 或是正常的對不對 搭配一兩個低潮的朋友 所以發生有些 打呼號就是你知道 他可能對你轉職 或是你知道 被帶來掉 或是他最近工作不適合 等等之類的 朋友來參加 自己燃掉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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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多不同的朋友 然後重點不是他的背景 重點在 他分享什麼東西 所以像第一次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第一次 林一來分享的時候 他遲到就算了 你知道嗎 他遲到就算了 他一來他來分享的時候 非常到哭出來 非常的驚訝 原本設定是很歡樂的 他就這樣哭出來 就是因為我發現 晚上跟白天 非常非常不一樣一點 是晚上 因為是大家很累的時候 你那時候分享的時候 那個精神 那感覺 全部都是 情緒就會一起湧出來 所以他哭出來 可是 他哭完之後是很開心的 就是 他再繼續走他的下一步 然後 對 還是有被放鳥過這樣子 不過OK 我覺得放鳥是再也不會找他 對 然後我覺得我辦了 這五場的心得 我當然會聚辦下去 我還自己用那個Wix 加了一個網站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我覺得 我有一個小小的心得 就是 我有四個小小的心得 第一個是讓你的張力哥帶給我 就是做一些 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雖然我每個禮拜要辦的活動 我每個月辦的活動 可能就七八場 而且我都 基本上我都主持了 我就非常非常的累 那為什麼我每個禮拜 是 為難自己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發現 我爸的活動 都是為了賺錢 為了公司的營運下去 可是我發現 就是 我做菲林晚餐這件事情 第一 我可以讓我身體比較健康 為什麼 就是因為 菲林的餐點比較健康 讓我可以吃一個不錯的餐廳 因為他不便宜 讓我借口吃個不錯的餐廳 那第一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發現 真的很少有朋友 就是 真的 我必須承認就是 我時間那還是很有限 很少有朋友就是 有些人覺得阿風很忙 我有問題 可是我不想問阿風 就是 現在 我也被斷水斷電的概念 嚇我一下 很嚇死我了 所以我發現這件事情 是很棒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覺得 Social capital 比money capital 更難累積 就是為什麼就是 我發現大家在算每個月的 清水很好算 可是我們到底累積了多少社會資本 在這世界上 最近我們辦一場活動 然後我看到一個叫Lyce長 我不知道他做到這個 Lyce 他叫Lyce 他是一個富兒代 他是家裡富兒代 他20歲之後 其實家業之後 開始賣家裡自己的田地 然後去種樹 他種了好幾甲的地這樣子 都種很多樹 然後這些樹 都不是他自己 是屬於社會 他就講說 這東西就是最有社會資本 因為這東西 不會跌 因為樹不會跌嘛 因為樹就是 就是價格不會跌 然後也不會 可能是 他也不會告你 對 如果你今天有資產 或是一些公司 裡面有一個可能告你 可是樹不會告你 是不是 就是要社會資本 我深深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開始 把這些朋友找回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社會資本的 累積 我覺得很棒 第三件事 就是Fronts Go To One 這是一本書 然後什麼叫Fronts Go To One 就是 我們進公司裡面 或是像我現在做的 焦點磨成度 我已經從一座到一把 就是我一直往上一把 可是你從零座到一 那種感覺就是 你去建立一個全新的東西的時候 那種興奮的感覺是 很開心的 所以我那天我很累 我有一天很累 很累 我一點都會回到家 可是我還是寫了一個網站 寫了兩三點這樣子 然後第四件事 之前我們發現這很重要 就是厲害的人賺錢 聰明的人賺大錢 有智慧的人賺長久的錢 我一直都覺得 我以前都覺得就是 我如果要做這種事情 我要做很大 我要做很大 辦個六百人的活動 讓大家一起來 炒勝敗 打卡 然後決定都知道 我在做這件事情 我發現錯了 我發現錯了 我發現我只做五個禮拜這件事情 我發現 效果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做的久 無論如何比做的大更重要 如果只是做一個 彈花一些東西 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人生太漫長 一下就被忘記 一下就被忘記 因為說錢 算了 這是吃太遠 所以我覺得做的久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網站做出來的時候 我就給我朋友看 我朋友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當你把這東西做出來 把網站做出來的時候 你更沒有理由去不做這件事情 我就繼續做下去 原本我下禮拜要請 那個你知道 就是要放棄 就是下禮拜 過年嘛 應該不能辦非禮晚餐 可是我想說不能 就是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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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下禮拜還要辦一場非禮晚餐 可是我怕用不到人 所以如果你想來跟我講 對 然後最後還是有個大家的回家作業 就是 就是 我寫專案有個回家作業 就是 老實說不會每個人都被我邀請到 因為 因為每個人我不可能隨機都看到那麼多朋友 我一年可能就邀請了大概 就是幾百個朋友 來跟我們一起吃飯而已 我覺得不會每個人都被我邀請到 可是我可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當邀請別人的那個人 你可能不會被我 你可能不是那五分之一 你可能不是那五分之一 可是你可以讓別人從那五分之一 不過你不要做的時候 不要像阿福一樣 每個禮拜都做 我都很忙 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忙 我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 回家作業就是 你在農曆假期之中 對 邀請五個朋友一起共餐 不是圍爐喔 不是真的我堂弟 是我表弟 是我們女朋友 是不是這種東西喔 不是圍爐喔 是真的 你要親五個朋友來一起吃飯 如果朋友是必須不認識 或是有些人認識 你覺得他們很棒的朋友 一起吃飯 然後請take我 我就拍張照 take我 我會take個焦點 然後其實寫信給我 這個我的email 寫信給我 跟我分享 一定是晚上的心得 然後會有什麼 獎賞嗎 沒有獎賞 我沒有想要設定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你配參加焦點什麼之類 因為我覺得 這才便宜大家的努力 這才便宜大家的努力 我覺得應該是 你應該要 由心的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由重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是為了你自己做的 為了你朋友做的 不是為了我做的 對 以上是我的介紹 謝謝大家